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谈这样一个题目 4月4号 张文宏发表微博 称关于未来 其实不仅仅是锐利 还有千万个锐利 中国还要开放 世界必将打开 我们有更好的屏障吗 除了肉体 此外 在4日播出的新闻周刊 他表示 疫苗不接种成功 就无法彻底开放 针对疫苗接种犹豫现象 他的一句话真像了 大家觉得风险不在身边 对远方的风险不予关注 这是错误的 近日云南锐利 在对此次疫情的处置中 锐利除了采取大规模核酸检测 社区风险和社区风险管理 等已经被熟知的防疫措施 核酸检测 但这次还进行了疫苗注射 就属于采取大规模核酸检测 等措施防控的策略 所以就必须预防疫苗注射 否则就会引发进一步的 疫情的一个扩散 我们是有能力清零本土病例的 但是这种持续性的 以牺牲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 正常生活为代价的 这样一个策略 事实上 长远来讲 是不可失去的 从3月24号起 国家卫健委 每日在官网 公布疫苗接种总数 截止2021年4月2号 各地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 13380.1万剂次 也就1.3亿左右 与此同时 各地也在实践中发现 普通人对接种新冠疫苗 存在多样的观点 对此 张文宏认为 疫苗接种犹豫的情况 还是普遍存在的 主要的原因 是中国现在没有本土病例 大家觉得风险不在我身边 这其实是人之常情 因为疫苗接种 事实上只是为了 大家避免发生在身边的风险 对于远方的风险 其实我们人类 从来不予关注 虽然新冠疫苗的产能 和可及性都在提升 但在中国较大的人口基础上 目前的接种率仅为4% 不仅具构建免疫屏障 所需的70%左右 存在差距 也与某些发达经济体相比 存在差距 世界上大的经济体 接种的速度非常快 像以色列马上就实现免疫屏障 央国也非常快的速度在接种 他现在40岁以上的人群 基本上完成了接种 美国总共也就3亿人口 如果每天的接种400万剂的话 事实上达到免疫屏障 也是指日可待的速度 张文宏看来 随着其他国家 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 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将会得到显著控制 世界将会重新打开 而届时如果中国尚未建立起免疫屏障 将会面临更大的威胁 如果疫苗没有接种成功 我们对于新冠疫情将继续保持 对本土病例零容忍的态度 那么如果万一其他的国家不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都全面开放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与世界交流之间的一个障碍 就是你不能彻底的开放 次日张文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我们觉得明年春天仍然还是有可能 世界的几大经济体之间会完成疫苗的免疫屏障 中国目前的接种速度 我觉得在明年春天基本上也会完成疫苗屏障的一个建立 这个时候其实只需要彼此之间的一个谈判 谈判完成了 我们就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互通的形式 所以希望大家对明年春天仍然怀有很深的期待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